春天天氣潮濕 間接會導致人體的濕氣加重 如果我們身體太濕 會導致人覺得很累 或者整身被濕毛巾包著 覺得很重罪 原來濕氣有分寒濕和濕熱 而我們先講濕熱 濕熱的人 離胎會很厚 顏色會很黃 經常會覺得口乾口苦 全身很熱、比較煩躁 在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用一些生意米來熬水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想方便的話 我們甚至可以用一些現成的二米粉來沖水 也可以 二米這一種藥 我們要用生意米 不是熟二米 因為生意米去濕的功效 比熟二米更好 它也可以解毒、消腫、清熱、排濃 大家不妨試一下 如果身體寒濕的話 你的離胎會變得很厚 顏色是白酥酥的 你也會覺得很冷 很喜歡喝熱飲 或者很喜歡穿多些衣服 如果你是屬於寒濕的話 就可以試一下這一款的泡茶 我們可以用陳皮和復苓來熬水 大概熬30至40分鐘左右 整條方加起來 就可以有一個健皮和胃 離濕化痰的效果 在春天自然界萬物復甦 陽氣上升會導致人體的乾火比較旺盛 乾火旺的話 我們就會心煩 容易生氣 很容易暴躁 口乾或者覺得有些喉嚨痛 甚至嚴重的話 會有失眠的問題 要清一下乾火的話 可以怎樣做呢 今次就和大家介紹一下這一款的焗茶 我們可以用菊花和麥芽來沖水喝 我們可以用十朵的菊花 加一茶匙的麥芽來熬水 大概熬20分鐘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再簡單點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保暖壺 將以上的藥材放下去 然後焗20分鐘 亦都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整條方加起來 就可以清乾明目健皮化濕了 好 好